西门庆掏出钱来放在桌子上了 王婆瞧了瞧 有一两多银子 王婆笑了 西门大官人 您想办这个事啊 这钱呢 太少了 西门庆说王干娘 您可真会做买卖啊 啊 货卖急需 您看出来了 我现在是火上防人落水呀 比什么心情都着急 您要狠狠的勒我一下 是不是 这样吧 您说个价 要多少 王婆说西门大官人 这话可也不能这么说 我跟你讲 您让我办的这个事 这可不是状元吉地 大马金刀衣锦欢乡 明出大摆的好事啊 这是明里不让人家知道背地里捅捅咕咕的事 你心里还没数吗 大概你这一辈子 这样事也没少做 人家是有夫之妇 日子过得好好的 你想在当中插一腿 不管怎么说呀 我总觉得这个事啊 我总觉得这个事啊 有点损心丧得呀 我呢 这一辈子已经过来了 什么好运啊 坏运啊 就这么地了 我也在人世上 活不了多少年了 我这一辈子之所以不好啊 我这儿子之所以对我这么不孝啊 我想跟我做的事也许有点关系 西门大官人 你这有个大面子举着 所以我答应你办这个事 你可得明白 我给你办这个事 办好了 你高兴了 要是办不好的话 那我可得担风险啊 那我的郎虽然说是没有三块豆腐干子糕 那毕竟也叫个男子汉 男子汉 别的事能忍能让 唯独这个事那可是不依不饶啊 西门庆一笑 干娘 我想就那个卖吹饼的武大 他就知道了这个事 他能敢把您怎么样 哎呦 这话可不能那么说呀 你看那个武大郎不怎么样啊 你可别忘了 他还有兄弟呢 他那个兄弟可不是一般的人啊 他兄弟武松 景阳港上打过老虎啊 连县太爷都赏识他 衙门口里边当上都头了 这个事 要是将来抖了出去 就是武大饶楼 那武二也不能让啊 那武松要是急楼 人家是衙门口当差的人 再把我老婆子 告楼 长得大堂上 三寻两问 家奸入狱 我就光改一人 我坐了间连个送饭的都没有啊 你说我这合得来吗 西门庆说干娘 您可想的真够多的 哈哈哈哈 跟您说吧 王甘娘 他兄弟武松 景阳港上打虎啊 那算不了什么 跟虎斗他有本事 跟人斗他未必有本事 话又说回来 您不怕那衙门口吗 我也给您交个底 衙门口里边的县太爷 这使的人 跟我是好朋友 我俩有交情 他使过我的钱 当今唯独钱好使 哈哈 衙门口我是 嚼面水平汤 随便出入 别说不打官司 真要这个事要发了 打了官司上了堂 我敢保证 您一点罪 遭不着 这还不行吗 嗯 王甘娘 您把这个事 真要给我办成了 我绝对忘不了您 您不是美儿美女吗 您这后半生 我就对您活养 死葬 你看如何 王婆瞅着西门庆 心中暗想啊 嘿嘿 这个西门庆 可真是急了门了 好吧 既然是这样的话 咱们就从这说起 你不是对我活养死葬吗 我要死了 你给我买棺材 我看不着 这样吧 趁着我现在活着 你把兽衣先给我买的吧 好 您说 您说要什么样的兽衣 我要最好的 行 什么时候买 明儿你就给我买 您干嘛那么着急 你看看 这不是还牵挂着你那个事吗 要办你这个事 就从我做兽衣开始 你不想听这时光吗 我就给你讲这时光 哦 这十层光就从这儿谈起 对了 那好吧 您说要哪个筹端庄的 就要咱们阳谷县十字大街 东口那瑞发河 筹端庄 好了 您要买多少布料 这个 我不要布料 一律要筹端 好 你看着买 你把这个东西买来 我要看上眼 你这个事就能办成 我要看不上眼 也行 你的事就办不成 嘿 哎呀 王哥娘 您可真有两下子 每一步都牵着我的鼻子 不是 我这跟你开个玩笑 好了 明天我就拆我的普人 把这衣料给您送来 您跟我说说 这时层光怎么讲 这个事呢 我要说给你呀 你一听 也就明白了 你把这兽衣料给我拿来 我呢 就假装着 给我做兽衣 我就上潘金莲家去 到他家里边 我跟他借黄礼看 潘金莲必定要问我 您借这历书 看什么日子呢 我就说了 我要找个黄道鸡日 做兽衣 他得问我呀 您为什么要做兽衣 做这么早呢 我就说 我这两年感觉身体不好 上岁数人了 该做点兽衣 在这预备着了 也偏巧呢 我这两天呢 碰见一个熟人 什么熟人呢 我当初啊 在咱们杨古县西门家里边啊 给他们当过奶妈 这个西门大少爷 叫西门庆 就是你 知道吗 我可没给你当过奶妈 为了成全这个事 你就得承认这层关系 西门庆是好 您就说当过奶奶 我都干 好了 我在他们家当奶妈呀 后来他那孩子啊 大了之后 我就走了 多数年再没见到 这个西门大官人 偏巧呢 这个西门大官人 上我的茶坊里边 喝茶来了 来喝茶呢 闲谈之中 就把这层关系 谈出来了 西门大官人 还记着 幼小的时候 吃过我的奶 这点情意 他就问我 最近这些年 混得怎么样 我把我自个儿 混得这个绅士 跟他这么一说呢 这个西门大官人 对我呢 就寄予满腔的同情 他说 这样吧 王甘娘 我呢 吃过您的奶 现如今呢 您已尽晚年 我向您尽点孝心 我给您 买套兽衣 他出钱 让我自个儿做 我一听 这不是好事吗 所以呢 我就 把他的钱 就接过来了 兽衣料都买来了 我想啊 瞅个日子 要做兽衣 慢说呀 应该送到那 成衣铺里边去 让他们给做 可是这种活吧 一般的 一般的成衣铺 还不爱接 就有愿意接的 我还信不过他 我最后一琢磨呀 我谁也不送了 看个好日子 我自个儿做 所以我找你 来看看这历书 我这么一说 这个潘金莲 必定要问 您自个儿做得了吗 我就说呀 老眼昏花了 还不知做得了 做不了呢 反正那么一枝一枝的 瞎挡过呗 做什么呀 算什么呀吧 我这个话一讲 潘金莲那个人 据我所知 他有点热心肠 肯定得说 不行的话 我帮着您做吧 我告诉你 西门大官员 这潘金莲可是好针线活呀 人是大家族的使女呀 什么都学过呀 他要是这么一说 我就答应 这就是一分光了 他要不谈这话 那就算完 你这钱可就白花了 接着呢 接着我就跟他说呀 那么上哪儿做去呢 他必定得说 那在我家做吧 我就跟他说 不能在你家做 得上我那儿去做 因为我这儿有门市买卖 这么一来 他如果答应上我家来做 这就是二分光了 嗯嗯 完了之后呢 我就把潘金莲 让到我家里来 他等着武大 挑着吹冰挑着走咯 倒在我家后宅那三间房里 我把这衣料放在那儿 他在这儿裁剪 给我做兽衣 西门庆就这个时候 我就来了 等等 这事你可急不得 你可别忘了 人家是正经人家的妇女呀 不像你那个娇娇 你那个嬉嬉 那些她拼头那个样呀 来早了不行 这得看火候 不熟 他就夹生啊 对对对对 您说我什么时候来 我没告诉你嘛 他上我这儿来 这才二分光 嗯 他到我家里真要坐一天衣裳 一直到晚上 他才回去 这就有了三分光了 嗯 转过天来 我还让他上我家来 接着坐 他如果接着还来 这就四分光了 对 那我什么时候来呢 你忙什么呀 两天过后到第三天 你再来 第三天 他上我家 还来坐衣裳 坐衣裳的时候呢 帮闪过饭之前吧 你再来 记着 收拾的立立缩缩的 打扮的干干净净的 啊 我想 你怎么收拾 怎么打扮 那你是有经验的人 你来了之后 就假装来看我 你们俩就在我家这见了面了 如果潘金莲跟你一见面 他转身就走 我拦他 怎么的也拦不住 这事可就完了 要是我一拦他 他就在这待住了 那这就五分光了 嗯 嗯 嗯 完了呢 完了 我就得跟你说了 我说你瞧见没有 你给我花钱 买这个衣料啊 把攀娘子都给惊动了 你这是孝顺我呀 这里边还搭上了攀娘子的人情啊 你得谢谢人家 这个时候 你可以就看看他坐在这衣裳 不管他坐得好与坏 你都把他好好地夸奖夸奖 好好地赞扬赞扬 女人嘛 愿意别人说两句好 尤其是你们年貌相当的这个男子 你在跟前要这么一捧他 他心里自然就高兴了 嗯嗯嗯 然后呢 我就跟你说 我说你看看 到了赏会了 攀娘子帮我的忙 也是帮你的忙啊 干脆吧 你就破费两个 咱们买点什么吃事东西 咱们在这儿就喝点酒 吃顿饭吧 你必须得表现出自个儿的大的方方 那天多带点钱 啊 这是显寇的时候 有份往脸上查 你呢 让我去买东西 我呢 就去买办 买办回来 这个时候 要是攀金连非走不可 我拦也拦不住 那就没办法了 他要是我一拦 就坐下了 这就六分光了 嗯 对对对对 完了呢 完了坐下之后 咱们就先谈一份 然后呢 就跟他喝酒 你就给他敬酒 我想他肯定不喝 但是呢 我也要帮着你劝 啊 劝来劝去 他真要把这个酒杯端起来 要是喝了 这就七分光了 嗯 往下呢 往下 接着往下喝呀 喝着喝着 你就说了 你说这个酒啊 不怎么样 这是水酒 干娘啊 您给我再买点好酒去 你出钱 让我往外跑一趟 我呢 站起来就走 这个功夫 如果攀金连 一看我要走 他也站起来走 我留他怎么也留不住 这事可就完了 如果我要一留他 他就坐下了 这可就八分光了 嗯 那九分光呢 我走了之后 我在外边 给你听着 给你放风 你在屋里边 继续跟他喝酒 你可以给他布菜 他如果 我要是 要是对你没有好感 那就不行 要是对你有了好感 这就是九分光了 嗯 完了呢 完了啊 你就假装把那筷子放在桌子边上 没搭住 拿凹袖子一碰 掉地下了 你哈腰去捡筷子 在桌子底下 借着捡筷子的功夫 你就捏他一下那小脚 你要一捏他那小脚 他就跟你翻次了 要是跟你瞪了眼 跟你火了 这时候我从外部就进来 给你们打合 他如果没跟你几眼 这可就九分半光了 啊 那十分光呢 十分光我就不管了 我都跟你说到九分半光了 那就看你的啦 汪干娘啊 您可真是这份的 您布置得太细了 这是细针蜜线啊 您是行家里手 哎呀 西门大官人 这都是你把我逼的 没办法 谁让你老在我的茶坊门前 过来过去 老这么走呢 我瞅着你难受啊 好好好好 王干娘 明天我就把您的兽衣料给您送来 就这么地了 放心了吧 放心了 告辞了 西门庆站起身来 离了王婆的茶坊回家了 回到自个儿的家里之后 什么事都没干 先把自个儿的普人找来了 告诉普人 明天 你上那大绸钻庄 给我买点绸钻料 哎呦 大官人 您要做医生 不是 我要做兽衣 啊 您要做兽衣 大官人 您给谁做兽衣 哎呀 我在街上啊 我碰见当年我的一个奶母 我这个奶母啊 晚年景况 不甚佳 我呢 所以要给她做一套兽衣 送给她 您看王婆这么一说呀 西门庆还就真认头了 这普人一听 好吧 您要买什么样的兽衣料呢 你问那绸钻庄掌柜的 买最好的兽衣料 哎 好了 这普人 第二天 老早的就到那绸钻庄去了 跟掌柜的说 要买兽衣 掌柜的一问 要买什么兽衣 他说买最好的兽衣料 掌柜的马上把这兽衣料 给挑出来了 普人 扛着一大捆子兽衣料 回来了 普人前脚一走 后脚掌柜的又说了 哎呦 西门庆是他爹 还是他妈死了 就是啊 要不然不能买这兽衣料啊 咱们这可就打听打听啊 其实西门庆父母早已经去世了 他在阳谷县里边 一般老百姓不知道 他爹妈究竟死没死啊 人们传扬开了 有不少的 上西门庆家里边去打听下 谁要过世啊 干嘛买兽衣啊 为什么打听这个事啊 真要他家里有丧事的话 好给他送礼啊 弄得西门庆心里边好别扭 心想你看看这个事弄得 现在我们家要死人 过了一段时间 他家这个事才算消停下去 这事咱就不说了 这个兽衣料买回来之后 西门庆马上告诉他的普人 你到紫石街 王继查房送给那王婆 就说我给他送去的 他就知道了 哎 普人扛了这兽衣料 就到了王婆这了 跟王婆一说 王婆说我明白明白 我知道知道 回去呀 谢谢西门大官人啊 哎 好了您呢 这普人回去了 王婆看了看这兽衣料 王婆心里头高兴 心想就这堆兽衣料啊 少说也得二十两银子 这西门庆 要不是这个事 他可不出这个血 哎呀 该这我有这么一步财运呢 人家把兽衣料买来了 这我得给人家办事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 吃完了早饭 王婆在这个茶饭门口这 望着武特郎挑着吹冰担子 已经上了街了 王婆扭扭答答的 就奔潘金莲家里来了 邦邦邦一敲门 潘金莲在楼上听见之后 就下了楼了 谁呀 我呀 哎呦 王干娘啊 把门开开了 您请进 哎 今天我闲着 到你这瞧瞧 哦 您请到楼上 王婆上了楼了 到楼上之后 王婆一转身 看了看潘金莲 哎呦 我说潘娘子啊 这可不是我说啊 咱们那个街里街坊住着 咱这紫石街 这一场街都算上 有一个算一个呀 没有像你这么立正 这么干净的 哎呀 干娘看您说的 哎 你瞧这屋子 也是那么干净 连个土星都没有 天生就是这干净的一色人啊 跟您说呀 我到这来找你呀 有点事 哦 王婆娘 有事您就说吧 你们家有没有皇历呀 借我看看 皇历 哎呦 我们家没有历叔 您要那干嘛呀 哎 我想瞧个日子 您要干什么呀 我呢 想做兽医 做兽医干嘛 还瞧日子 嗨 你不懂啊 自个儿做兽医 得找个黄道吉日啊 左哥啊 有一个年轻的后生 到我的茶坊里边喝茶来了 谈论之间呢 感情 他是小时候 吃过我的奶的人 我给他当过奶妈 他就是咱们阳谷县里边 有名的大富户 西门庆 西门大公子啊 现在都管他 叫西门大官人啊 他一听说 我这人晚年命运不济 他答应啊 给我买点兽医料 这个人呢 还说道半道 昨天说完了 就把兽医料给我买来了 买了之后我就想啊 我已经到这个岁数了 我就坐吧 放到成衣铺里边 我不放心 我就想自个儿做 自个儿做 就得找个好日子 这不吗 我信你们家能有历叔 我到这儿来借历叔 看一看呢 哎哟 王个娘啊 我们家里边 哪来的历叔啊 大郎也认不得几个字 我们家从来不买书 嗯 哎呀 你说这怎么办呢 嗨 您做兽医 看什么日子好坏啊 你想做就做呗 我看呐 只要是不阴天下雨就行 对 我看也是 我明儿就做 你说是不是 可不呗 您明儿就做吧 我看这天呐 明儿也下不了雨 就是啊 哎呀 人一老了啊 就不中用了 我刚才啊 拿起针线来 我试着 囊过了两只 嘿 扎着扎着 就出手指头上了 我年轻的时候 做活一点不打触 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不是说能描龙画风 但是一般的花朵的 我都能绣得上来 可是现在这一老了 就完了 我也犯愁啊 没办法 慢慢扎过吧 哦 我看您要不嫌弃的话 我帮着您做什么呀 呦 真的吗 哎呀 我说潘娘子啊 我这句话呀 在这嘴里边 咕噜了十八个转 也没出的嘴唇 我早就想有这个意思 我可看见你那活继了 你可是好活啊 你要真能帮助我做寿衣 那我死了都感恩戴德呀 哎呦 王安娘 看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咱们邻里邻居住着 我帮您的忙 这不是应该的吗 那好吧 要照这么说 那明天你就到我家去 你看如何 别家 就在我家 坐吧 大郎走了之后 我这屋子里边挺清静的 嗨 你不知道啊 我那不还有个茶房门脸吗 哪怕有一个喝茶的在那坐着 我得照顾人家呀 话又说回来了 我倒是不怕挣那俩茶去 我怕离开那个茶房门脸 万一有谁进来 滑了滑了 给我烧两件东西走 那我不就赔了本了吗 不管怎么的 你到我那儿 我后边有三间房 我可以帮着你 前面还可以关照关照 你看怎么样 潘金莲说好吧 照这么的 明天 那我就上您家里去坐 王婆心想 有门 有了一风光了 哎呀 潘娘子 那明天您就过去呀 潘金莲说好吧 那明天我就过去 王婆 满面春风 又到潘金莲的楼上下来了 回到自己的家里 第二天早晨起来 早早地把这茶炉点着了 把这香茶泡好了 吃完了早饭之后 没等潘金莲过来 王婆先过来招呼潘金莲 潘金莲知道今天要上邻居家里边去帮忙 早点起来 打发五大出去之后 自己在屋子里边收拾了收拾 头脚衣服都安排得整整齐齐 正要下楼的时候 王婆过来了 金莲哪 我来接你来了 哎哟 干娘 干嘛还有您来呀 我自个儿就过去就得了 走吧 王婆领着潘金莲 离了他自己的家 来到王婆的茶坊 穿进茶坊的门脸 到他的后院三间房里 到屋里边之后 王婆先把这衣料摆过来了 金莲哪 你看看 我这寿衣料怎么样 潘金莲一瞧 哎哟 可真是的 这可都是上等的好衣料啊 就是嘛 人家西门大官人 有的是钱哪 灰金似土啊 啊 真是啊 这样的衣料 做您的寿衣恐怕用不了啊 你给我好好量量尺寸啊 呃 剩下的话 我就送给你 哎哟 这个我可不要 来吧 先给我量量尺寸吧 潘金莲这个人可手巧 拿过尺来 拿过粉线来 左比量 右比量 给王婆量量量身矿 把这个粉线都打好了 潘金莲在这给他裁剪衣服 到了赏户前的时候 潘金莲把这剪子放下了 他要回去吃赏饭 王婆又到外边进来了 金莲他 今儿个赏户在我这吃 我给你买了两条黄鱼 打了几张饼 哎哟 王甘娘 我给您干点活 干嘛在您这吃饭呢 我可不在这吃 别 说什么 我得留你在这吃饭 怎么着 你怕吃了我家的饭之后 不服不了人情啊 不要紧 明儿个你再请我 邻里邻居住着 远亲不如近邻 一顿饭还不过吗 你看 你就吃吧 王婆强把潘金莲就给按在这了 接着把这菜就摆上来了 王婆特意又拿了一瓶酒 王婆心想 今儿个我先跟他喝酒 今儿个这酒他要跟我喝了 等西门庆来的时候 他再不喝那也不行了 潘金莲他怎么会知道 他来到王婆的宅院之中 已经陷入到王婆的圈套之内 换了一下 他再来到王婆的宅院之中 来到王婆课